欸幫我拿一下亞克力好不好 在哪裡 欸很熱欸 就開一下船目好不好 喔不要啦 我都趕不完了 阿不然開冷氣嘛 好啊好啊好啊 阿可是冷氣 老師有說可以嗎 阿不然你開氣場啊 我開我開我開 欸快點 阿太高了開不到啊 快點來幫我啊 我來 你開啊你開 鎖起來了 喂 來 喔大開 就太高了喔 這個設計是怎麼囉 學位老師走 走 阿是22度要開冷氣嗎 22度開冷氣 很熱嗎 很熱嗎 你看電話上都開了 都開了幾強了 還是很熱 那你要開冷氣嗎 對啊 有沒有錢嗎 還是開了錢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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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連氣窗都沒開啊 那會不會涼啊 太高了 我開不到 沒有那麼高了 我開不到了 連你這麼高都開不到 不行就來不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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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介紹製作的地步就是 我們先鑽口 鑽到旁邊這裡 旁邊這裡 可以把它轉開嗎 好 裝盤這裡就是 讓它可以順得下來 假如這個是 底下的窗戶 這個是氣窗 然後 用手掌就可以拿開上面的窗戶 再往前 讓一下 我們來看 還有一整天 我們來看 我現在的窗戶 做了 看 我們來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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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是在測量室內溫度的變化 每30秒測量一次 幾度 26 26 好 現在是25.7 現在我要介紹福利通風的原理 在小學大家都知道熱空氣會上升冷空氣會下降 然後我們本專題的構想之想說藉由福利原理改善教室的氣窗 每個學校因為學生人數多而且熱氣會增加 所以需要藉由氣窗指熱空氣散出去增加通風的效果 然後我們首先的構想是藉由平行時的上下推以及窗簾的左右拉擺 然後再現有的氣窗加上那個裝置 然後可以使氣窗方便的轉開 這就是我們的專輯構想 這次的合作讓我覺得我們電位客跟建築客能有更多的可能 然後就是我們能揮製工作圖然後能製作材料啊 然後建築客能提供我們想法案件 然後讓我們就是有更多的發展發展 這樣更多的分別 然後我們學了資本高模 就是側船跟室船 這兩下都有用到還有錢高模 我們能到的 那樣的東西 然後用在製作他的音樂讓他跟著神經 就可以讓他 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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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一下 由於夏天的到來大家自想的太陽氣 沒有故意到地球的狀況 大家問得我們開始起床了嗎 所以我們想了一個原地的方法 就是在現有的氣窗上面結封這個裝置 它順時針是開 逆時針是關 然後建築客透過福利通風的原理 且 以台電的換算單位去做以計算 一個月可以替學校省下8萬多塊哦 經過認識專題討論 有建築客和電位客而做 我們應用課堂上學到的OPOCAD和SKETCH UP 我們畫出了模型 實際的帶和電位客討論 從我們畫出的模型圖中 請他們 用他們課的技術法式來做出來 在今不斷地改良你的討論 然後 才成為現任的作品 然後也希望未來改善上課的頭氣和喇喇 這就是我們想聽你的作品 兩位吐氣窗 Yeah yeah 我看著眉省多少時間能 我們在這裡 你會不會有發的 我想要不斷地改善 你會不會有發的 你會不會有發的